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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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有红豆 这还是要战场吃 没什么味道 我觉得一般 桂花莲子蜜枣粽 是长锥型的 嗯 有桂花粽子甜口的都很香 蜜枣就是让它的甜度就很自然 但又刚刚好 甜口粽子都很适合当饭后甜品 这款推荐给大家 白白嫩嫩的 滋味观细沙粽 好淡 沙呢 嗯 应该这些粽里细沙 没有很好吃 也不难吃 爱吃甜 爱吃豆沙的同学可以尝尝 非常浪漫 闻起来真的有股玫瑰味飘船 咸的吗 不咸啊 咸的 也不是很甜 淡淡的 有一股玫瑰香飘船 你去做SPA的时候那种玫瑰精油飘船 嗯 这很特别 包装根本看不出 有任何玫瑰的感觉 但它真的是味道上是最少女性的一款 首先小青女们去尝一下 给你尝尝 三米 四豆 五股粽 糖锥型 看着很丰富 各种颜色都有 我吃到有栗子 有红豆 还有 太多了 反正就有很多 不想吃很单调的可以尝 我觉得还行 很丰富 最后总结一下 传统的肉粽或者蛋黄肉粽那些 我觉得是最耐吃的 更像主食 比较新颖的粽子推荐的是 我们家乡有出的乌米粽 还有那个非常特别 非常少女的玫瑰花粽 还有一种是大白醋粽 你们爱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呢 请打字幕告诉我吧 今天的大评测就到这里 大家转发点赞并且评论 我就会抽出三个人每人送出一堆的粽子 让你们尝尝先 我们下一次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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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有最后一个最特别的粽子 还没煮好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肉粽 里面的肉也不是很多 米呢 它的咸蛋也不是特别均匀 但这是我觉得最好吃的一个粽子 因为它是我80岁的奶奶亲手做的 比其他的粽子都好吃 不吃你说什么 这一个腌子 不吃 y尝尽 这一个子 tv